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前356年 在历史上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寻常的年份 并没有什么大的事件发生 但是后来的史学家们却记住了这一年 这是因为在这一年里 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分别有两位伟大的君王 在这同一年诞生 在世界的东方 在中国秦桧文王出生在这一年 他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而在世界的西方 一位更伟大的君王也是出生在这一年 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 他改变了世界 亚历山大最后是征服了他所知的所有的国家 他的马其顿军团的冰封也已经刺到了印度和流域 与再往东边的中国已经不远了 但是最终那场东方与西方这种火星撞地球的大对决 并没有发生 亚历山大与秦桧文王这两位在同一年出生的君王 并没有正面的交锋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亚历山大怕了吗 如果这两位君王真的正面battle的话 那么结果又会怎么样 他们对历史的进程又会有什么改变呢 虽然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但是并不是说历史不能完备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回到公元前四世纪 看看那时候的世界 看看那时候的秦国 看看那时候的古希腊 说起这秦桧文王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 但是如果我提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位秦桧文王是谁了 秦桧文王有一位宠妃 他叫米月米八子也是后来的宣太后 秦桧文王的父亲秦孝公 就是重用商鞅力行变法 使秦国走向富强之路的那位国君 而在秦桧文王之后 就是那位特别喜欢举重运动 最后还被压死在了赛场上的那位秦武王赢大 再往后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也是敏八子的亲儿子 嬴继 就是秦昭湘王在位的时间非常的长 再往后就是我们看大秦附中的那位公子仪人秦孝文王 在位仅仅三天就领了盒饭 再往后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王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秦王嬴政 他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最后统一中国称霸中原的 而其中的一个巨人无疑就是这位秦桧文王 秦桧文王车列了商鞅 但是仍然继续执行商鞅时期所定的法令 他当政的时候那时候正处于战国时期 实力最强大的并不是秦国 而是魏国 在他执政期间从魏国手里抢回了河西之地 抢回了寒谷棍 后来又征服了义渠 又让司马错带兵征服了巴蜀 寒谷棺的收服使得秦国退可以守住八百里的秦川 静可取玉东之地 义渠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战马资源 而巴蜀之地对秦国的军备粮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秦桧文王在他任职期间做的这三件事情 为秦国后来的统一打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秦桧文王都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位有作为的伟大的君王 关于秦桧文王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那位在西方诞生的伟大的君王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出生在巴尔干半岛南部 波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马其顿地区 这么一听大家可能就有点晕 所以讲希腊的历史一定要有一张地图 我们先看这张地图 那个很像女士的高跟鞋的那个半岛叫亚平林半岛 就是意大利所在的地方 高跟鞋马上就要踢到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西西里岛 再往东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巴尔干半岛和波罗奔尼撒半岛 这个形状的很像是跟随着这位女士的一个宠物 像是一只狗更像是一头小象 像鼻子部分就是巴尔干半岛 那个像鼻子卷起来的草料就是波罗奔尼撒半岛 而遗留在下面的一小部分就是克里特岛 这张地图再往东我们就可以看到小亚齐亚 就是现在土耳其所在的地方 而亚平宁半岛和波罗奔尼撒半岛的南边就是面临着地中海 海的对面就是非洲 我们可以看到突尼斯和埃及的开罗 而从小亚西亚再往东 这份地图中没有包括的部分 就是现在的西亚 再往东就是中亚 再往东就是中国了 大家记住这张图 这对我们以后的讲解是很有帮助的 亚历山大和秦桧文王一样 他们都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秦桧文王的父亲是秦孝公 而亚历山大的父亲是非列二世 亚历山大是非列的长子 但是关于这一点 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表示不同意 这一下非列国王就尴尬了 奥林匹亚斯公开宣称 说亚历山大并不是非列二世的亲生儿子 他说有一天在他睡觉的时候 也许是在梦里 他感到一道闪电射中了他的腹部 而且射进了他的子宫 后来他就怀孕生下了亚历山大 其实这样的故事 我相信朋友们一点不觉得陌生 在中国很多的君王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比如说刘邦啊什么的 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美举 在唐朝啊还有一位著名的大臣 他出差两年回家以后 发现他的妻子居然怀孕了 他就很奇怪 我出差两年了你怎么怀的孕呢 妻子说我太想你了太感动了 所以我就怀了你的孩子 所谓感儿受孕 这位大臣听了以后是非常的感动 在给他的儿子办生日会的时候 还到处向人宣讲他妻子 对他的忠贞不二的爱情 这个大臣的名字 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他叫杨国忠 公元前四世纪的奥林匹亚斯 并不知道后来中国发生的这些故事 所以呢 他就去问神庙的祭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庙的祭司思索了一会儿 跟他说说闪电是众神之王 宙斯的化身之一 所以你怀的这个孩子应该就是宙斯的 再后来奥林匹亚斯还梦到了 宙斯跟他说说你怀孕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我的老婆赫拉 他可是一个善度的女人 所以呢 你要保持沉默 这也就让奥林匹亚斯更加确认 亚历山那是他与宙斯的孩子 菲林二世有一次外出归来 去寝室去看望他的王后的时候 也看到了这样恐怖的一幕 当时他的皇后奥林匹亚斯 正与一条大蛇纠缠在一起 并不是说这个大蛇要吃了他的王后 而是他们好像在做着一些不好言说的事情 菲林二世也把自己所看到的告诉了祭司 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祭司又想了想说这个蛇也是宙斯的化身 这个宙斯也真是的 他每次去外面偷情还都使用不同的身份证 但最后还都被人识破了 实在是太失败了 祭司还跟菲林二世说 说你无意中看到了这一幕 那么你的这只眼睛应该是保不住了 果然没多久在一场战斗中 菲林二世的这只眼睛就被射下 菲林二世真是看到了自己不该看到的东西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菲林二世与奥林匹亚斯的夫妻关系一定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很快菲林二世就与他的这位王后离婚了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怎么不是打入冷宫而是离婚呢 这是因为在古希腊一直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 这种制度呢更早是来源于古埃及 我说的古埃及人不是现在的穆斯林古埃及人 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 古希腊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 而我们中国古代呢很长时间一直是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要实行一夫一妻制的 应该是清朝末期的梁启超或者是康有为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梁启超还是康有为 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言语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梁启超有一位小妾 而康有为有六位妾室 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还纳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妾 当然了古希腊人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清心寡欲 他们虽然没有妾室 但是情人却是一大把 比如说非列二世他虽然没有自己庞大的后宫 但是他也有不少的情人 还在幼年的亚历山大就被他的父亲交给他其中的一个情人来抚养教育 因为这个情人呢知书达理是当时的一个才女 这时候的奥林匹亚斯亚历山大的母亲已经离开了马其顿 到他哥哥做国王的一个王国里去生活 所以亚历山大的幼年时期并没有他的母亲陪伴在他的周围 他的母亲 相信奥林匹亚斯对此呢也并没有表现出很深的痛苦 对于他来说 辅育一个小婴儿明显不在他的兴趣范围之内 据说奥林匹亚斯信奉一个在半岛北部的神秘宗教 这个宗教祭祀的神是九神和古神 而他们祭祀的方式通常是采用狂欢和杂交 在亚历山大长到十一二十岁的时候 菲利二世的情人亚历山大的幼教老师就觉得自己已经教不了他了 于是菲利二世又为亚历山大找了两位老师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里士多德 菲利二世还非常有远见的让所有在他的王国内 与亚历山大同年出生的贵族子弟们都和亚历山大一起学习 这其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亚历山大队伍中的骨干帝国的助食 其中有一位就是亚历山大一生最好的朋友 最坚强的战友 同时又很有可能是他一生最挚爱的同性伴侣 贺菲斯提安 亚历史多德主要交给了亚历山大和他的伙伴们三样东西 第一是让他们了解历史上的人是如何思考的 这就是纵轴 第二是让他们学会如何能让他们冷静的不带偏见的看待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 第三就是让他们学会如何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冷静的做出判断并附助实施 这三点就是学习哲学的基本原则 同时也可以应用在各个方面 这就是英文教学中所谓的博雅教育 亚历山大从最合适教授这些知识的人中学到了这些知识 而且是在他最适合的年龄 亚历山大无疑是亚历史多德最好的学生 因为他不但有所学习而且还有所超越 亚历史多德曾经和亚历山大说 说你对待希腊人要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 而对待外族人就要当他们是禽兽 亚历山大并没有像对待禽兽那样对待他所征服地区的人们 相反他鼓励希腊人与当地人结婚 他自己也娶了三位异族的女人为妻 学员说他的婚姻与爱情无关 从这点上就能看出亚历山大的格局 他后来的格局比在希腊城邦时代长大的亚历史多德 那要大的多了 所以说真正决定一个人的高度的是他的见识和格局 而不是一些具体的数 如果说亚历山大从亚历史多德那里学会了很多的知识 学会了怎样思考 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那么他从他另外一个老师身上就学到了怎样去战斗 怎样像一个男人一样去战斗 这个老师的名字叫列奥尼达 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 大家看过斯巴达三百勇士 其中那个带队的国王就叫列奥尼达 从那以后只有斯巴达人中最勇敢的人才配叫列奥尼达 既然提到了斯巴达三百勇士这部影片 我想呢有必要说明几点 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大家对这部影片有更深的了解 其实当时镇守温泉关的并不仅仅是斯巴达的三百勇士 有来自迪比斯的四百人和来自赛斯比亚的七百人 来自于迪比斯的这四百人在战斗开始没多久就投降了 而赛斯比亚的七百名士兵则战斗到了最后无人身欢 而坚持到最后的才是战斗力最强的斯巴达三百勇士 当时他们的统帅他们的国王就是列奥尼达 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 那么为什么斯巴达统兵的是国王而不是某位将军呢 这是因为在斯巴达国王就是负责军事作战的 而平时的行政国内事务全部是交给执政官来负责 所以打仗就是国王的义务大军的统帅永远都是国王 最后这场战斗从结果上来说应该说是波斯人取胜了 但是他们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两万人阵亡 其中还包括了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两个弟弟 而列奥尼达带领他的将士们死守温泉关 为希腊各城邦的防卫争取到了充足的时间 而他们的战死也使得希腊各城邦真正的能够团结起来 共遇外敌 这才是温泉关战役的历史意义 在温泉关战役的十年以前还发生了一场战役 就是大家知道的马拉松平原战役 在那场战役的时候波斯的皇帝还是大流氏二世 而希腊方的主战方则是雅典 一说起这场战役 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现在的马拉松比赛 就是为了纪念当时一位叫费迪皮德斯的一个雅典士兵 从马拉松跑回雅典报劫 最后历劫而死 这一壮举 其实在他之前奥运会已经有马拉松这个项目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战士 才把马拉松比赛的距离确定为42公里195米 还有啊 这位士兵并不是跑了这个距离以后就力竭而死了 而是在这之前 他已经跑了好几百公里 在战役没打响的时候 他先是从马拉松跑到雅典去求援 跑了42公里 很快又从马拉松跑到了斯巴达去搬救兵 跑了260多公里 再从斯巴达跑回来 等到马拉松战役以后 又从马拉松跑到雅典 这一路上他跑的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路上收到了很多警察的罚单 所以他见到了雅典执政官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些罚单能报吗 当国王说不能报的时候 他就被气死了 当然了 关于罚单之说是后世的某个人 瞎编的 大家不要在意 据传说 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胜利了 经过这两次的西波战争 波斯就放弃了对希腊的征服 但很快 希腊内部就爆发了内战 当时以斯巴达为首的 波罗奔尼萨同盟 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 为争夺半岛的霸权就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历史上称为波罗奔尼萨战争 战争的结局虽然是斯巴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他们的力量也被大大的削弱 而此时在半岛的北部 也就是巴尔干半岛的南部 马其顿人悄悄的崛起 他们被当时的希腊人称为蛮族 但蛮族的崛起确实是蛮不讲理 领导马其顿人战胜希腊各城邦的 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列二世 在亚历山大18岁的时候 曾经与他的父亲菲列二世一起 率军参加了卡罗尼亚战役 当时他们的对手是迪比斯与雅典的联军 亚历山大亲自率军攻击了联军的最薄弱的环节 一举击溃了联军 并且绕到了当时一支神奇的部队的背后 将这支部队全歼 这支部队的名字叫迪比斯圣队或者叫迪比斯圣军 他们总共不过只有300人 但是这300人非常的不寻常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支同性恋部队 这300人就是由150对同性恋人组成的 当年这支部队的创建者相信 一个人在他的恋人面前会表现出无穷的战斗力 同时他也会保护受攻击的恋人 基于这个原则他组建了这支同性恋的部队 这支部队的所有士兵他们加入的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是一对情侣 当然指的是男性 而且这两个人在之前就已经是优秀的士兵 所以这支部队应该被称为同性恋特种兵部队 他们的战斗力非常的强 在波罗奔尼萨战争中曾经打破了斯巴达陆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选才标准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苛刻的 但是居然还能够组成这样一支部队 也就从侧面可以看出 当时古希腊社会生活中的同性恋现象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 确实在古希腊时期的同性恋现象 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朝时期 确实是比较普遍 古希腊时期有一个风俗 现在的人恐怕是很难接受 就是那些贵族或者上层社会的人士 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少年作为他们的恋人 这些年长的贵族们负责传授这个少年知识 而这位少年则为这个贵族提供一些服务 这个在当时是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事情 并不奇怪 而同性我指的是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恋情 在当时也是被世俗所接受的 大家并不会像后来那样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 迪比斯圣队这次遇到了他们真正的对手 而且又是在背后受敌 所以300人150对couple全部阵亡 无疑生还 菲利二世对这支部队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为他们树立了一座狮子造型的墓碑 18岁的亚历山大也由此赢得了军队的广泛支持 在亚历山大20岁的时候 菲利二世参加他女儿的婚礼 不幸遇刺身亡 刺客当场被击杀 而背后的主毛也始终成了一个谜 因为刺客本人就是菲利二世的贴身侍卫 所以有人说这个侍卫曾经是菲利二世的一名男宠 后来失宠以后杀死了菲利二世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人说他是被波斯人收买的 再有一种更普遍的说法 他们认为菲利二世的死 与他的曾经的王后奥林匹亚斯有密切的关系 甚至还有可能牵涉到年轻的亚历山大 因为这次刑事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奥林匹亚斯和亚历山大 奥林匹亚斯在菲利二世身亡以后 马上就回到了马其顿 而且很快就杀死了菲利二世的现任妻子和他一个年幼的儿子 亚历山大对奥林匹亚斯杀死自己继母以及幼帝的行为非常的不满 但最终他也理解了他的母亲的用意所在 双方还是达成了和解 亚历山大也就这样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马其顿的信任的国王 然后他就以雷霆之势平息了希腊各城邦内的种种不服 到了公元前334年也就是他父亲被刺的两年以后 亚历山大对外宣称波斯帝国是刺死他父亲的背后元凶 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波斯帝国的东征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兵力并不是很多 步兵4万多人齐兵5000人还有160多艘战舰 和波斯帝国相比他们的兵力处于明显的劣势 不过这时候的波斯帝国已经不是以前的波斯帝国了 他们也经历了宦官专政 大刘士三世上来以后杀死了作乱的宦官 但是国内的各种暴动并没有得到平息 所以说亚历山大这次来的正是时候 在出征前亚历山大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分给了他的士兵和将军们 有的人问他说那你还有什么呢 亚历山大回答说希望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在经过一个位于小亚西亚的城邦的时候 注意到当地有一辆牛车的牛鳄上拴着一个没有头的绳结 据当地的人说呀 说这个绳结呢是他们以前的国王记的 据说从来没有人能够打开 而能够打开这个绳结的将成为新的小亚西亚之王 亚历山大就问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 当地人说似乎是没有 亚历山大说那就简单了 然后他就一刀下去 把这个绳结劈做了两半 说这不打开了 亚历山大一生中最崇拜的英雄就是特洛伊战争中的阿卡留斯 大家知道的那个阿卡留斯之种 这个脚踝的这个部分是阿卡留斯的致命的弱点 只有通过这里才能杀死他 据说是当年他的母亲为了练就他刀枪不入的身体 就用手抓着小阿卡留斯的脚踝 然后把它浸泡在河中 所以后来只要是被河水浸泡的部位 都可以做到刀枪不入 只有他母亲抓住的这个脚踝的这个部位 成为了他致命的弱点 最后他也是命丧于此 亚历山大亲自参拜了阿卡留斯的神庙 并且以他自己独到的方式来表示他对这个英雄的崇敬 他用的方式很奇怪 叫裸奔 这和我们中土的文化很不一样 在我们中国如果敬拜先祖或者神灵 那一定要经过摘戒沐浴 穿着最隆重的衣服去祭拜 而亚历山大这种方式有可能是他个人 也有可能是古希腊人特有的方式 这么做的动机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想让阿卡留斯更加全面的了解他 有意思的是在亚历山大参拜阿卡留斯神庙的同时 他的绯闻男友赫菲斯提安也参拜了另外一座神庙 这个神庙供奉的是阿卡留斯最亲密的战友帕特罗克鲁斯 而且据记载帕特罗克鲁斯也是阿卡留斯的同性恋人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和波斯帝国曾经爆发了两次大的战役 这两次战役亚历山大的对手都是波斯帝国的皇帝大刘士三世 大刘士三世这个皇帝内政还是不错 但是打仗确实是不行最好笑的是他并不知道自己打仗不行 他第一次和亚历山大作战的时候竟然把他的母亲、妻子、女儿全部带上了前线 是想组织一个家庭的旅行团来观摩他即将取得的这次伟大的胜利 可惜事与愿违当他看到亚历山大率领军队冲过来的时候 他就害怕了 他就跑了 抛下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这些人全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 等到第二次的时候 大刘士三世又组织了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 但是战争的过程也差不多 当他看到亚历山大像天神一般的冲杀过来的时候 他又跑了 这次他倒是没有丢下他的母亲、妻子、女儿 因为已经丢过一次了 这次丢下的只是他的士兵和将军们 亚历山大的这次东征征服了埃及、小亚、西亚以及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土地 冰封所指一直到了印度河流域 在和印度的大象军发生了一场剧烈的战斗以后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虽然取胜 但是士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候的远征军已经失去了刚开始的时候的锐气 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征战了八年之久 离开他们自己的故乡希腊是越来越远 他们开始私乡 他们希望把他们这一路积攒下来的财富 能带回他们的故乡 与他们的妻子儿女过更好的生活 他们不想再打下去了 也许这时候在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中 只有两个人还坚定的想要继续向东征伐 这两个人可能就是亚历山大本人和他身边永远的支持者 赫菲斯田当远征军继续向东行进到恒河西岸的时候 士兵们和大部分的将领拒绝渡河 因为他们听说河对岸的印度人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军队在等待着他们 亚历山大最后满足了士兵们的要求 并没有继续向东行军 而是沿着恒河南下开始往回走 回到了他确定的帝国的首都巴比伦 到了公元前323年 正在计划对阿拉伯地区进行征讨的亚历山大突然病逝 死因至今还是个谜 有人说他是得虐计死的 也有人说他是被人毒死的 前几年还有人说他是死于悉尼罗病毒 现在史学界更多的是倾向于他死于疾病 而在他去世之前的八个月 他的挚友赫菲斯提恩也已经去世 据说是死于伤寒 也有人说是被毒死的 亚历山大去世以后他所建立的庞大的帝国 瞬间就土崩瓦解 因为亚历山大没有儿子 他只有一个遗父子 而且他也没有指定继承人 这样帝国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分裂 亚历山大帝国就分裂为在亚洲部分的赛琉谷帝国 埃及地区的托勒密帝国 托勒密帝国的第七代国军 就是克里奥帕特拉埃及延后 而希腊部分则由马其顿帝国所成绩 那么亚历山大为什么没有继续东征 攻入中华文化圈呢 军队疲惫不堪是原因之一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 亚历山大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存在 对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人而言 他们所知道世界最东边的地方就是印度 印度再往东他们是一无所知 到了公元一世纪 这时候距离亚历山大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四五百年 这时候有一位希腊人叫托勒密 他曾经绘制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世界地图 在这张图上依然看不到中国 最东边也只是到了印度 所以说在亚历山大时期 中国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还是未知的 但是那时候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入了西方 所以呢他们就把生产丝绸的这个地方称为塞里斯 就是丝之国的意思 据他们当时的一些文学著作中描绘 塞里斯人是生活在印度的南方 当地气候非常的炎热干燥 塞里斯人平均身高两米左右 红头发蓝眼睛可以活到一百四十多岁 而且呢特别的爱好和平 而他们所说塞里斯人居住的地方呢 长有很多粗大的树 这个树呢结有很多的绒毛 丝绸就是由这些绒毛织成的 这就是那个时候在古希腊人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 所以说亚历山大根本就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 因为中国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那么如果亚历山大知道中国的存在 而他又决心东征中国的话 那么这种东西方对撞的结局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不过咱们毕竟不是在研究历史 咱们只是在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 亚历山大的大军如果想要征服中国的话 首先他要经过一番长途艰苦的跋涉 然后首先与他对敌的可能并不是在中原最西边的秦国 而是秦国外面的游牧民族 可能是匈奴也可能是西戎 然后才能面对以意待劳的秦国军队 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总共不过只有四五万人 而秦国当时可动员的兵力动则就是几十万 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只是根据当时远征军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取胜的希望很小 当然如果亚历山大并不是急于求成 而是回过头来好好的统治管理他所征服的这些国家 然后以这些国家作为后盾再次向中国发动东征的话 那么我想结局也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那么当时战国七雄的其他国家会不会帮助秦国一起抵御亚历山大的进攻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中国的概念 如果亚历山大最终以他的帝国作为他的坚强后盾战胜了秦国的话 那么接下来整个中原的历史都将被改写 当然了这些不过是我个人的一些胡乱的猜想 大家呢也不必在意 大家也可以据此自己展开想象 推演一下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在亚历山大东征甚至是在他东征之前 在亚平宁半岛的台博河边 七个小村庄中的那些个子矮小头发乌黑的人 正在慢慢的积聚力量 他们后来就被称为罗马人 到了公元前146年也就是亚历山大去世以后的180多年以后 罗马人打败了希腊地区的马其顿帝国 在欧洲的这片土地上一个更强大的帝国悄然崛起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